社友说我抢了他的富二代男朋友 我那天都看到你从他车上下来了 我茫然的眨眨眼 你说的那个男人 是我家司机爱 故事开始 我送给我家司机的包出现在了我社友手里 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我刚陪我爸和合作方洽谈好合作 临近毕业 我爸开始让我着手学习管理公司事务 美名其约锻炼我 其实就是为了早点退休和我抹过二人世界 刚回到宿舍 发现大家聚在桌子前正在讨论着什么 欣欣你回来了 你们在看什么呢 在看玲玲的新包 张奇转头和我说 这是他男朋友送他的七夕礼物 听说两万多块呢 我微微挑了下眉 有些惊讶 这包并不是当季最新款 巧的是我也有一个 现在并不值这么多钱 可是这个包现在价格 我刚想说话 就被刘玲玲不悦地打断 好学生 你能不能不要一回来 就对我的包品投论足 哦 我还担心他被骗来着 但看起来 他并不觉得自己被骗了 我懒得多管闲事 索性闭上了嘴 他看了我一眼 继续融入了大家的夸赞中 这算什么 被簇拥着的刘玲玲撩了撩头发 眼底骄傲的神色显而易见 这还只是一部分呢 七夕那天还会有别的 他说着低了下头 好像在娇羞 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说什么都不告诉我 哎呀 大家起哄声响起 男朋友 有钱还这么宠你 羡慕了羡慕了 在一片起哄声中 我盯着他的那款包 这包 怎么那么眼熟呢 好像是我前两天 送给我家司机的那个 我记得我那款 背后有了一道小划痕 不留意看 根本看不出来那种 我仔细一看 他的这款包也有 我惊呆了 哎 姜欣 刘玲玲把我从震惊中喊出来 怎么了 七夕 你男朋友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啊 你男朋友 一向那么宠你 肯定会很用心的吧 他是故意的 因为我和我男朋友 是青梅竹马 在宿舍 一直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反观他倒是一直在换男朋友 分分合合 大家都习惯了 这次他觉得终于能压我一头 迫不及待把我拉出来 果不其然 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我这边 我愣了一下 我和我男朋友两家最近又有商业往来 我们两个每天在一起 都在为这个项目努力 我完全把七夕这种节日忘记了 我反应了一下 实话实说 最近有点忙 还没顾得上 能送什么呢 无非就是钻石 珠宝 包包等等 可是我家300平米的衣帽间 都快要成不下了 所以前两天才清理了一批 其中就包括和刘玲玲手中格外相似的这款包 哎呀我忘了 我们欣欣和他男朋友可是好学生呢 张琪有些阴阳怪气 最近都在忙着学习 等着以后过更好的七夕 刘玲玲轻哼一声 毕业季分手季 你男朋友现在这样搪塞你 怕不是要和你分手了吧 我脸色一黑 哪有这样咒别人分手的 我深吸一口气 每个人的恋爱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最近只是太忙了 你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 谁见不得你好了 他瞪大了眼睛 有些恼羞成怒 我只是好心 毕竟我男朋友说一毕业就要和我结婚呢 不需要我出去赚钱 我只是心疼你而已 像你和你男朋友这样的 在努力有什么用 他以止气使地说 以后还不是只能拿几千块的工资吗 都不如我躺在家里 男朋友给的零花钱多 我震惊了 我没想到21世纪了 还有女生觉得 男生给他发零花钱 让他在家做家庭主妇是好事 还值得拿出来炫耀 那好好的大学白上了吗 我不理解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懒得和他多说 上床戴上了耳机 琢磨着什么时候搬出去 我以为包包的事情是巧合 却没想到还会有更多的巧合 第二天 我本来打算去图书馆 却看到周景白在宿舍楼下等我 你怎么来了 我想了想 是合同哪里需要改吗 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今天不聊工作 嗯 今天咱们去约会 周景白看来是很早就有所准备了 当他把后车厢满满的玫瑰花束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惊呆了 在我愣神时 突然我感觉到脖子一凉 他给我戴了项链 我低头一看 是一个蓝宝石 前两天拍卖会上 我见过 价值八千万 喜欢吗 我连忙点头 太喜欢了 我手指不断抹扎着那颗蓝宝石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如果不是因为现在送戒指不合时宜 我就连那颗粉钻一起送了 我脸疼得红了 原来 七夕只有我忘了 他一直都记得 惊喜过后 我们准备去看电影 便给我家司机林诚打电话 让他把这满是鲜花的车开回去 把花放好 林诚很快就来了 小姐您放心 我肯定照办 他带着鲜花走了 周景白订了餐厅 买了电影票 我开开心心 过完了七夕回宿舍 一进门 就看到琉琳琳桌子上 放在一捧玫瑰花 不同于其他包装精美的玫瑰花 这个就好像是现彩摘的一样 没有装饰 只用一根绳简单的绑着 我抿了抿唇 听到张琪问 琳琳 你男朋友送你的花 为啥包装这么简陋啊 刘琳琳神色一将 哦 我男朋友说 这样方便 我直接放到水里养着 已经帮我处理好了 他有些不自在 觉得大家没相信他的话 又说 其实这个才不是礼物呢 我的礼物其实是这个 他说着 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这是我男朋友前两天 去参加拍卖会的时候 拍下来的 拍卖会 不会这么巧吧 我也跟着看过去 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只戒指 哇塞 拍卖会上的戒指 可不便宜吧 张琪说 那当然 重新找回厂子的琉琳琳 恢复指高气扬的样子 拍卖会 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你们看这上面还有标识呢 你们可以百度查一查 我不动声色的看着他说完 那只戒指 我也有一个 是参加拍卖会送的纪念品 所以才会有logo 这枚戒指 被我那天回家时 落在了车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 我的那个纪念品 如果说昨天 我还不确定 他的有钱男朋友是谁 那今天这枚戒指 我就确认 他的男朋友 一定就是 和我家司机有关系的人 江心 你今天去做什么了 该不会还是去学习了吗 没有 我不满于他的语气 轻皱了下眉 我和周景白去玩了 那他送了你什么呀 没送什么 就一条项链 还有花 哦 大家兴致缺缺 我去洗漱 房间里说话声 隐隐约约传了出来 装什么装啊 没钱还要过情人节 花瓣都没看到 别是没送吧 江心是不是分手了呀 我就知道他虚荣心强 设有你一言我一语 听得我心里烦躁 我虚荣心强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到底是谁虚荣心强 七夕过完的第二天 我在公司和我爸吃饭 我爸看着我忍不住说道 小心 什么时候从学校搬出来啊 我正在加菜的手一顿 我爸说过很多次这句话 我上大学住宿 他就不满意 非要在学校旁边买套房 后来又说要花钱让我住单人寝室 快了 我爸眼睛一亮 以往我都是直接拒绝 这是第一次 我说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学校那边还有点事 等结束之后 我就正式来公司实习 行 吃完饭 你就直接回学校吧 让小林送你回去 我点头 好 我听说你前两天清理了一下你的衣帽间 嗯对 东西太多放不下了 我爸沉默了几秒 放不下怎么不和我说 嗯 旁边那栋别墅也是咱家的 你可以把东西放到那里 好家伙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买了隔壁的房子 好 着实有点惊呆了 我的东西是真的很多 从小我就是别人想要巴结我爸的渠道 每年生日 很多想要和我爸达成合作的人 都会争相来我家送礼物给我 近两年这种情况稍缓 吃完饭 凌晨送我回学校 上了车 我打开隔层一看 我放在这里的戒指果然没有了 为了引起凌晨的注意 我故意翻找起来 小姐 你找什么呢 她从后视镜注意到我的动静 开口询问 我先是抬头看了她一眼 我们两个的目光在后视镜对视 我之前放在车上的戒指找不到了 她神色明显僵了一下 脸色瞬间就变了 额头上有了不甚明显的一层薄汗 什么样的呀 她开头说话时 声音有些陡 就好像是咬着舌头在说话 也不甚清晰 我假装没注意到她这些反常 神色如常地说道 就前段时间 我不是参加了一个拍卖会吗 就印着拍卖会logo的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一枚戒指 她眨了眨眼 突然 猛地踩下了刹车 惯性使然 我身子猛地往前扑 还好有安全带挡着 我头才没碰到前车座 缓过神 我发现我们和前车早就超过了安全距离 差点就要撞车了 你说 那个戒指啊 她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 目视前方 不敢看后视镜中我的眼睛 前两天我去洗车的时候拿出来了 放在家里了 我问 啊对 她点点头 脸色极其不自在 你现在要吗 咱们回去拿 她是笃定我不会回去了 但我偏偏不如她的愿 行啊 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 就前面掉头吧 她眉音声 直到绿灯亮起 前面的车缓缓启动的时候 她才像是鼓足了勇气 和我对视 开口时 声音沙哑地像是含了一口沙子 小姐 那枚戒指被我送出去了 送出去了 对 送给我女朋友了 女朋友 我之前是真的没听说 她有女朋友 所以前两天 也并没有把事情 想到她身上 嗯 那你前两天 和我要的包 也是送给她的 她点点头 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她现在的状态 确实不太适合开车 怪不得 我笑了一下 心里一直不太确定的事情 终于确定了 什么 怪不得你一个男的 说要我的包 前两天 我准备清理一下衣帽间 把那些 我不太喜欢的包包 和衣服收拾出来 要是家里的阿姨 有喜欢的 就拿着用 没人喜欢的 就扔掉 然后 一向沉默寡言的林成 在那天突然问我 小姐 我能挑一个吗 我有些惊讶 毕竟这些都是女生用的包 但面上什么都没说 点了点头让她挑 这也是我为什么 会对那款包印象 那么深刻的原因 我没有不赞成 你送你女朋友东西 我说 但是 我觉得如果要是 真的想送她的话 就自己买 哪怕便宜 也是心意 她松开方向盘 两个很明显的印子 出现在她刚刚抓的地方 包是我送你的就算了 但是戒指你要还给我 好 她默默地发动了车子 到了学校 我要下车时 她突然开口道 小姐 你不会告诉江总的吧 你觉得呢 我好整以侠地看着她 原来 她也会紧张啊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她沉默了半赏 干巴巴的一句保证 是吗 那你觉得 你还有什么 没和我说明白的吗 我看着她 神色放松 比如说你在七夕 送给你女朋友的鲜花 是哪里来的 她正住了 在她回过神之前 我下了车 给了她一个 模棱两可的答案 一下车 我就看到 不远处的周景白 她戴着口罩 忽略旁边那些 女生的注视 修长的手指低头 敲着手机 看到我过来 口罩上方的眼睛 弯了弯 你怎么来了 姜小姐都忙了 这么多天了 不知道 今天有没有时间 陪陪我 她轻哼一声 少年独有的词感嗓音 让我刚刚被凌晨 弄得难受的情绪 瞬间消散 行啊 我今天下午都没事 都是你的 我说着把手机关了机 想心无旁骛的 和周景白玩半天 我和她去了游乐场 离我们学校不远 正值夏天 满风吹过 只想吃点冰凉解渴的东西 我去买冰激凌 周景白说 你站在这等我一下 她刚走 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 我回头一看 是同班同学李倩 江心 你怎么在这 我和周景白出来玩 周景白 她皱了下眉 你男朋友 是啊 我疑惑地看着她 怎么了 我和周景白大学刚开始就在一起了 按理说她不应该不知道 没什么 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不自在地笑了下 我刷到了论坛上 你那条帖子 我还以为你在何 我皱起了没 什么帖子 她摇摇头 没什么 我先走了 她这奇奇怪怪的态度 让我心生疑惑 我把手机开机 打开学校论坛 然后惊呆了 有人把我从我家那辆 双色麦巴赫上下来那一幕拍下来了 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当时 站在不远处看周景白的女生拍的 当时周景白在临城停车不远的地方站着 周围有很多女生驻足看她 周景白是叫草 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我习以为常 却没想到这个楼主拍下来之后 开始一想 捏造现实 江心学习好 又有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 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我今天看到 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我记得 她家似乎也不是太有钱吧 怎么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车 难道连学习这么好的都要靠姿色来生活了吗 我记得江心每年都领钱的吧 所以 这样说她 就是走了快捷方式 能让她的金主开这么好的车 把她送到学校 还让周景白在不远处等着她 不得不说 学霸就是不一样 可以同时和两个男人和谐相处 这件事在论坛上引发了热议 我就像是地铁爷爷看手机一样 皱眉看着他们的评论 我确实每年都在学校领钱 但我拿的是奖学金 又不是助学金 怎么就判定我家很穷了呢 出现了误会 那就解除误会就好 我摸了摸我脖子上的蓝宝石 开始给楼主发私信 还没发出去 周景白就回来了 怎么了 她问我抿了下唇 心里略微犹豫了几秒 把事情和她说了 凌晨拿了你什么 不是什么重要东西 就一个戒指 我想了想补充道 就咱们去参加拍卖会 那天送的戒指 她送给我摄友了 我和刘琳琳一直不对付 周景白知道 她是不是还没还给你 啊 周景白伸手揽过我的腰 低头填走了我 挂在嘴边的冰激凌 男朋友给你做主 不知道周景白和凌晨说了点什么 晚上要回宿舍之前 凌晨就把戒指送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 看向我的眼神中戴着闪躲 凌晨 我没欣欣那么好脾气 如果下次你再拿欣欣的东西 我觉得就有必要让你和你妈妈 你妹妹一起走人了 你觉得呢 凌晨慌乱地眨了下眼睛 陪笑道 当然 凌晨的妈妈和妹妹都在周家的公司上班 那这样最好 周景白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 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这件事我就不惊动江叔叔了 但是如果有下次 周上您放心 没有下次了 凌晨看了我一眼 试探着问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看好你的女朋友 周景白又说了一句 神色认真起来 景白 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处理好的 我今天已经和凌晨说过了 他和你相处了两三年 知道你心软 最后这件事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周景白说 毕竟你是个女孩子 我抿了抿唇刚想说话 周景白就凑近我 低声哄道 下次出现这种事也要告诉我 男朋友给你撑腰 他懒散的语气中带着笑诣 让撑腰吗 让 我刚刚已经联系了发帖的那个人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好 虽然我自己也可以解决 但是有人撑腰的感觉就是爽 本来有些烦躁的气氛瞬间没了 回到宿舍 一片寂静 我没当回事 正常洗漱完上床 江欣 刘玲玲不悦的声音滑破这沉默的气氛 你和我男朋友到底什么关系 和林诚 我眨了眨眼 难道林诚的身份 他自己向刘玲玲坦白了 江欣 你太过分了 他猛地拉开帘子 眼眶通红 像是在努力压抑着情绪 雇佣关系 我言简一概 哼 他冷笑一声 怎么 看着我男朋友有钱 听着我那天 在宿舍说我毕业以后 我男朋友要养我 你很羡慕极度对吧 你看我男朋友是富二代 开着麦巴赫 心动了是吗 就做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对吧 我抬起眼皮看他 我没和你男朋友在一起 还有你男朋友根本不是富二代 没说完的半句话 硬生生被刘玲玲打断 我在论坛上看到照片了 他说 江心 你太爱慕虚荣了 见到有钱的男人就勾搭 你是多不要脸啊 我不要脸 你拿着我的东西说我不要脸 我气笑了 还没来得及说话 张琪也加入了战斗 江心 你要是真的抢了玲玲的男朋友 你就赶紧承认吧 毕竟大家一个宿舍的闹僵了 就不好看了 你学习这么好 以后肯定能找到好工作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他一脸惋惜 其中夹杂着多少幸灾乐祸 只有他自己知道 谁抢他男朋友了 江心 你别不承认 刘玲玲下床拿过我随手 放在桌子上的戒指 这个戒指盒 如果没看错的话 是我前两天拿回来那个吧 怎么就偏偏这么巧 今天我男朋友和我要回去 转头就出现在你这里 我本来也没打算怀疑你 但是这些证据让我不得不怀疑你 他说完 眼睛里有两滴类事实滑落 我见游怜 不愧是能让凌晨偷东西的人 说完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完 见他们没什么补充了才开口 你就没什么要解释的吗 第一 我和你男朋友清清白白 我自己有男朋友 他开的那辆麦巴赫是我家的 他只是开车送我上班和上学的 第二 他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这枚戒指本来就是我的 是我和周景白去参加拍卖会送的赠品 真正的拍卖品是这个 我说着就把隐藏在衣领下的蓝宝石拽出来 神色很淡地看着他们 看明白了吗 不可能 和我的平静相比 刘琳琳脸色难看极了 声音也格外的大 我知道你在说谎 他轻哼一声 你不就是怕让别人知道你是小三吗 我明天让我男朋友来 戳穿你的谎言 我叔弟笑了 怎么 你看起来并没有打算和你男朋友分手 我为什么要分手 他翻了个白眼 是想我和他分手刚好成全你吗 你想的美 哪个男的不偷心啊 但是正宫永远是正宫 说着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少给自己家那么多戏了 没人愿意和你抢他 那你明天可千万别被打脸 打脸 被打脸的 会是我吗 行啊 你让他来我正好让他帮我搬行李 我准备搬出宿舍 我给凌晨发消息让他明天来接我 提前和宿管阿姨打过招呼 他很快就来了寝室帮我搬东西 只剩最后这一点了是吗 凌晨来回搬了四五趟 最后指着地上那点零碎的东西问 我点点头 正想着要不要拖延一下时间 让刘凌凌看看他所谓的富二代男朋友是如何帮我搬行李的 我男朋友说今天有工作要忙就不来找我了 刘凌凌的声音透过门凤传了进来 那江心那边怎么办 张琦停顿了一下 他今天好像就搬出去了 他如果不心虚搬出去做什么 也是 话音未落 他们推门进来 刚好和抱着东西的凌晨碰到了一起 凌晨 刘凌晴惊出声 凌晨也僵在原地 江心 刘凌凌一个猛冲 到我面前仰起了下巴 这就是我男朋友 你还说你和他没关系 昨天说你你死不承认 然后今天就迫不及待想跑路 没想到被我发现了吧 真会脑补 我还一句话都没说呢 凌晨好似还没从我和刘凌凌 竟然是摄友的震惊中回过神 凌晨 我开口道 不和你女朋友解释解释 你说话啊 刘凌凌推了凌晨一把 她怀里的东西 劈里啪啦掉了一地 惊得她回过神 凌晨猛地抓住 刘凌凌的手腕 低声呵斥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 刘凌凌一把 睁开凌晨的桎骨 怎么 没想到 我会和你的小情人 在一个宿舍吧 是不是还打算 带回去金屋藏娇啊 你在瞎说什么 凌晨脸色苍白 很凶 我哪里说错了 刘凌晨瞪着她 看了我一眼 像是猛然回过神 我都看到你们在一起了 难道你还想狡辩吗 凌晨冷笑一声 我倒是想和江小姐在一起 我配吗 她要是能看上我 我能和你在一起 刘凌凌被这样一句话 震在了原地 张琪站在门口一句话 都不敢说 凌晨没在搭理刘凌凌 是什么反应 静止走到我旁边 不经意间 微微弯着腰 露出很恭敬的表情 小姐 这些东西 我垂眸看着地上 七零八落的东西 淡淡收回目光 算了 不要了 哎 好的 我送您回去 明显的讨好意图 我心里觉得好笑 站起身走到刘凌凌面前 漫不经心地说 刘凌凌 你的男朋友你 自己宝贝着吧 说着就走了出去 凌晨有一句话说对了 我是真看不上她 回去的路上 我靠在后车座 给周景白发消息 说我搬出来的事 却发现凌晨在频频看我 专心开车 好的 她匆匆别开视线 看着前面的路况 车子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缓缓停下 我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你用这辆车载过刘凌凌 车内一片安静 几秒后 她含糊应了一声 嗯 你和她说 这是你的车 嗯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 告诉过她你的情况 拿着我的东西 开着我家的车装富二代 我每次和她 出去玩回来之后 都会洗车的 您放心 我不放心 我深吸一口气 这是我的车 我不想让别人坐我的车 和会不会洗车没关系 因为这本来 就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懒得和她多说 回家之后 我就告诉了我爸 你是说 她用你的车冒充富二代 还让你被欺负了 我点头 我知道了 她转头和旁边 正在打扫卫生的阿姨说 去把凌晨叫过来 让她到我书房来 凌晨不一会儿就来了 看到我坐在书房的沙发上 脸瞬间就白了 我找你来 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我爸说 您说 我听欣欣说你 和她大学设有在谈恋爱 凌晨点点头 嗯 恋爱自由 但是你用我家的财产 冒充富二代 还让欣欣被误会 我觉得 你不适合再当她的司机了 你觉得呢 凌晨诚惶诚恐地看了我一眼 低垂着头 好半赏才点头 你明天去公司 递交一下离职申请 去财务部领三个月工资 凌晨猛地抬起头 不是换岗吗 不是 江总 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改的 我爸深黑的眼睛看着她 好半赏才说 凌晨 你也知道你这份工作 我是看在周总的面子上给你的 凌晨今年26岁 大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恰巧她妹妹大学毕业 入职了周景白家的公司 听说我家这边要找一个开车的司机 她就托人打听 然后花了很大一番力气 才到我家 之后又安排她妈妈在公司打扫卫生 所以可以说 如果她离职了 那么她妹妹她妈妈 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凌晨坐在书桌前 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心 但最终 还是咬了咬牙 站起身走了出去 这件事情处理完 我就开始了和周景白两个人 共同奋斗的日子 我们一起策划的项目正在逐步推进 这天我们来实地考察 合作方给我们安排好了酒店 我洗澡出来的时候 周景白正躺在床上看手机 看什么呢 他们说要去同学聚会 周景白面无表情地说 像是突然反应过来旁边的人是我 语气和脸色都缓和了下来 我已经同意了 我微挑了下眉 有些惊讶 你已经同意了 嗯 我先开被子 属于周景白身上的温度 顺着被子传了过来 还带来一阵和我身上一模一样的沐浴露 我拿起手机 点开一看 发现群里有好多消息 还有爱特我的 我点到最新未读 开始慢慢往下滑 过两天就要实习结束毕业了 要不要一起聚一下吃顿饭 可 很多条复义的消息之后 有人开始统计人数 因为我和周景白都在忙 都没看到消息 所以群里就有人爱特我们 紧接着 刘玲玲在下面说话了 江新最近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要不我们别叫他了吧 周景白你来吗 这两句话就有意思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情侣 我不方便来 然后问周景白来不来 这不就在暗示同学们 我们已经分开了吗 果然下面同学们很快就流提出了疑惑 周景白来的话 江新也会来吧 刘玲玲他们两个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没这个意思 刘玲玲的最新回复在两分钟前 然后我接着就看到周景白回了一句消息 我和江新都会去 我们感情很好 已经在准备订婚 雾面 我手指微微停顿了一下 笑弯了眼睛 偏头看周景白 周景白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只是微微发红的耳朵 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 终于 在我炙热的目光下 他不淡定了 转头看我 你笑什么 我眨了眨眼 我们要订婚了 他被问得猝不及防 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我就是不喜欢他们说咱们要分手的言论 嗯 我凑近他 靠到他怀里 我也不喜欢 他摸了摸我的头 突然问 我送你的蓝宝石呢 我摸了摸脖子 想了下 那个太贵了 平时我舍不得带 放家里了 周景白点点头 同学聚会 你想去吗 他都替我同意了 现在才想起来问我 去 我凑过去 在他喉结上亲了一下 滚烫的鼻息 打在他脖子上 让他喉结 很快地滑动了两下 不然他们以为 我们要分手了 我们才不会分手 说完他微微低头 用力地吻了下去 后来同学群里在说什么 谁都没去管 也没时间管 到了同学聚会那天 我和周景白 恰谈好最后的合作 到的时候有点晚了 大部分人都到了 一进去 我就看到了刘琳琳 他身上穿着香袋 当季最新款 手上带着一个 三克拉左右的钻戒 妆容精致 手机也换了最新款的 新做了美甲的手指 在上面悄悄打打 发出蓬蓬的声音 在这个还算安静的包厢里 显得格外突兀 听到动静抬头 一看是我 轻哼一声偏过头 和旁边张琪怯怯思语 我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 他看上去过得比在学校还精致了 如果我没猜错 他家境只能算小康 根本负担不了他这个花销 来来来 快来坐 班长站起身热情地迎接我们 我收回乱七八糟的思绪 坐下听同学们说 他们的实习经历 成年人的饭桌上少不了酒 到了中途 大家都喝了不少 爱江心 你在哪里实习啊 我们怎么都没看到过你们 酒壮耸人胆 平时都没什么交集的大家 借着酒精的催化 很多好奇的话都敢说出来了 我在圣安集团 是做什么的 随便做点什么 我不想和他们多说 更何况他们现在一看就不太清醒 哦 那不错 不过我们都没有人家刘琳琳有福气 我转头看向刘琳琳 刘琳琳做得很端正 微微仰着头 看上去很傲娇 那当然 说到刘琳琳 张琪一定不会缺席 在我们都去企业当卑微的打工人的时候 我们琳琳每天可是坐在家里吹空调 喝下午茶呢 一时间包厢里的气氛重新热闹起来 只不过都是大家的感慨声 没有啦 有琳琳拢了拢烫的恰到好处的头发 只不过是我男朋友心疼我 不想让我出去工作 每个月光零花钱就有二十万呢 哇塞 琳琳 那你男朋友肯定很有钱吧 还行吧 她矜持地说 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我男朋友要带着我去和圣安集团的老总吃饭 说要给我介绍工作 我就先走了 她要来接我 说着就站起了身 和圣安集团老总吃饭 开什么玩笑 或许她换男朋友了 好奇心驱使我也走了出去 然后就看到一辆保时捷在酒店门口缓缓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 来接刘琳琳的人是林成 只不过她和之前也不一样了 穿着高定西装 手腕上的表大概价值八百万 她的家境我是知道的 她怕不是彩票中奖了吧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拙劣 林成感觉到了 她朝我这边看过来 看到我的那一刻 快速偏过了头 像是做贼心虚 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疑惑的种子 去洗手间洗了个手就往回走 刚把包厢门打开一条缝 就听到一个男生站起身 指着周景白说 兄弟你也不容易 周景白抬起眼皮 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你女朋友都把你绿了 你还要和他订婚 周景白把手里的酒杯放下 声音很冷 你喝多了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哎呀周景白 张琪站起身 走到他旁边 我们都听说了 听说什么了 江星找了一个有钱的金主 听说比他年龄大二十多岁呢 他之前搬出宿舍 就是去和这个金主同居了 他说他在圣安集团工作 我看他的金主怕 不是圣安集团的某位董事吧 周景白脸色铁青 你听谁说的 刘琳琳他男朋友说的 他男朋友是圣安集团的高管 却被老董拉来当小情人的司机 心里不平衡就说出来了 周景白是吗 张琪丝毫没觉得 周景白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劲 只以为是他得知 真相后太生气了 于是再接再厉 干脆一口气吐了个干净 是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只有江星还觉得自己隐瞒得很好 拳头硬了 这么造谣我是吧 我先是在手机上 找出那天我和林诚在车上的录音 又找出我和我爸 我妈的全家福 我原来都不知道 各位原来对我有这么多误解 我推开门走进去 把手机放到桌上 大家都没想到我能听到 面面相去 江星 你躲在门外偷听我们说话 这就没意思了吧 张琪翻了个白眼 而且大家哪句说的不是事实 巧了 哪句都不是事实 我点开录音 那天在车上还有在我爸书房的对话 清清楚楚 传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播放完了 大家安静下来 我冷静地说道 我在学校期间 是因为不想和同学们有太大距离 所以从来没有主动炫过富 但是这样反倒让大家误会了 刘玲玲的男朋友之前就是我家司机 他之前开的双色麦巴赫 是我爸送我的礼物 我家车库里像这种价位的车还有很多 因为他开我家的车 拿我的东西装付二代 我们选择了和平解约 并支付了三倍的工资 至于我实习 我是在我家公司工作 是公司副总 不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自卑 而不是我心虚 最后至于我男朋友周景白 他和我们当户对 我们是青梅竹马 马上就要订婚了 你用可怜他 有这个时间 可怜一下在做的各位吧 看看你们是怎么酸别人的 我最后把我家的全家福打开 让他们粗略看了一眼 看清楚 这个人是我的金主爸爸 不过是亲生的 我停顿了一下 如果有不认识的 欢迎百度百科 我和周景白出来的时候 听到他们小声讨论 所以江新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 什么 我竟然和集团千金做同学 周景白一路任我签着 消气了 我点头 片刻又猝起眉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 什么 我把我看到临晨的事情说了 他沉默了片刻 这件事还是得告诉江叔叔 毕竟他突然报复 从哪里看着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比如那会刘玲玲说 要去和盛安集团老总吃饭 回到家 本该应酬的老总正靠在沙发上泡脚 爸 您今天没出去 怎么 他抬眼看我 生怕我把担子给你 不是 我今天看到临晨了 我开门见山的说 临晨 他怎么了 我把今天的事情和他说了 行 我让人调查一下 他显然没当回事 你和景白负责的这个项目完成的很不错 我觉得过两天 正式落实之后 我就可以放心 把公司交给你了 救命 有一个随时都在想着退休的老爸 是什么体验 第二天 我发现我的蓝宝石项链不见了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忙 所以我就放在家里了 今天才算正式闲下来 打算收拾一下去公司 却发现项链不见了 我记忆力很好 放在哪里的东西从来都不会记错 八千万的项链 不是小数目 我立马掉了监控 经过仔细一看 在很早之前的一个周日 别墅的阿姨们放假 我爸和我也都不在家 凌晨回来过 他进了我的房间 不仅拿走了项链 还拿走了几个包 联想到凌晨突然的报复 好像一切都有迹可循 这涉及金额数大 如果报警凌晨绝对会被判刑 我深吸一口气 拿出手机 刚要准备报警 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 是凌晨 小姐 我知道你昨晚看到我了 我想找你聊聊 聊什么 我看着空荡荡的盒子 聊你是怎么拿了我的蓝宝石项链 还是LV的包包 小姐 我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求你别报警 我深呼一口气 两久 才轻声开口 不可能 我 我可以把钱都还上 虽然你觉得把钱还上就可以了 但是你犯罪了 我 他还想说什么 我却不想再听了 去上班之前 我报了警 把监控交给了警方 到了公司 助理小张给我报告着今天的工作任务 我面无表情听着 经过一楼办公室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我仔细一看 是刘玲玲 等一下 那个人是 小张看了一眼 立马解释 那个人好像是高主管介绍来的人 好 去把高主管叫过来 我说着就迈进了休息室 正在和刘玲玲沟通的人事部的员工看到我 站起身刚要出声 刘玲玲就惊讶地看着我 江欣 她要入职 那个员工点点头 今天来报道 是吗 她连实习经历都没有 大学的成绩也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 她是怎么通过面试的 这 那个员工一脸为难 是我招进来的 财务部的高主管走到我面前 笑着说 这是我朋友 朋友 朋友就可以走后门了 江欣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就是觉得我入职了你不平衡吗 有本事让你的筋 刘玲玲一看到手的职位马上要没 不敢和旁边的主管说 只能吼我 闭嘴吧你 高主管低声呵斥 你疯了 你知道 这是谁吗 不就是江欣吗 我认识 这是我们小江总 她低声说完 一脸忐忑地看着我 小江总 高主管 我觉得招聘要公平公正 你觉得呢 您说的是 我轻易点头 转身离开了 听到高主管 潮流淋淋吼道 你差点害死我了 要不然临城一直求我 我才不会管你 看来不管是对的 你差点害死我 你知道 现在公司都是小江总说了算吗 我勾了勾唇 走进了办公室 没一会儿 我爸打来电话 做完笔录了 嗯 临城已经承认了 接着打官司就可以了 剩下的你就不用操心了 安心上班的 我怀疑您是为了不上班 才主动懒得活 临城触犯法律 本来警察要求我去做笔录 但今天公司还挺忙的 我爸主动懒下了这个活 让我来了公司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我下楼准备吃饭 突然看到刘琳琳 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江欣 我要杀了你 是不是你把我男朋友 送到警察局的 你太阴险了 说着就要仰手打我 我一只手抓住他的手 猛的一甩把他推到了地上 临城偷别人的东西 自作自受 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 我不管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也不会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你 我懒得听他多说 直接喊了保安 把他赶出去了 以后别让他靠近这里 临城的判决书很快就下来了 鉴于他认错态度良好 交代完整 判了15年 一年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再次遇到了刘琳琳 他穿得很奢华 但性格却和之前大相径庭 畏畏缩缩 看到我之后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 直到我去洗手间 江欣 我求你救救我 他腿一弯就要给我跪下 我皱眉看着他 不知道他在玩哪套 你干什么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找富二代了 我求你救救我 他都不把我当人看的 说着就把袖子撸了上去 我一看 瞳孔猛缩 他的小臂上密密麻麻的亲子 还有没有好权的淤血 临城进监狱之后 我和他分了手 我知道我长得漂亮 就继续寻找富二代 我现在的男朋友高凯之前对我很好 我和他结婚之后 他总是动不动就对我拳脚相加 我没有工作 父母也不要我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听说今天你会来 我想求你帮帮我 我蹲下身 和他平视 很轻地叹了口气 刘玲玲 你现在这样就是自作自受 你当时如果能踏实一点 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是不是也挺好 是的 我后悔了 但是我现在 他话还没说完 我就看到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 走了进来 妈的 老子找你半天你就躲在这里 他说着就揪住了刘玲玲的头发 刘玲玲涩缩了一下 想挣扎却又放弃了 这让我的心没有来得紧了一下 高总 我出声制止了他 他朝我讨好的笑笑 江总 您和界内认识 认不认识 您这样公共场合做这样的举动 也不太妥当吧 那时当然 我这就把他带走 说着就把他拽起来 握着他不满青子的手腕 强拉硬拽地离开了 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 犹豫了几秒 拿出手机拨打了110 我只能为他做到这里了 以后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兰姆故事见 我们下部司機拨打了 差不多 4 12 15 16 16 谢谢观看